所以現在我們的首頁呢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的4D Deck這個軟體欄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我們這裡有很多很多硬碟 但是有幾個是空空的 這個是被刪除的 有一個是被格式化的 一個是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我們的4D Deck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我們的4D Deck救援軟體 左半邊就是我們大部分的功能都在這邊 你可以救援你遺失的資料 或者是你可以恢復修復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我們4D Deck的這個救援軟體欄 左半邊就是我們所有的功能 就是有主要的記憶卡跟硬碟磁碟區的修復 那你也可以就像是資源回收筒 不小心刪掉的東西 然後又不小心按清空資源回收筒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我們的4D Deck這個救援軟體了 那左半邊就是我們所有的功能 那主要的功能就是像是我們的磁地區救援 可能有檔案遺失啊 就可以從這裡開始 那還有像是資源回收筒的救援 你的資源回收筒 不小心 那還有像是我們資源回收筒的救援 像是你垃圾的不小心丟 那還有像是救 那還有像是資源回收筒不小心刪除的 或者像是資源回收筒跟一些你選 那還有像是資源回收筒 那還有像是資源回收筒跟資料夾 像是你不小心刪除了 那你趕快把它救回來 這個部分就是很好使用 那這裡還有像是資源回收筒 還有選擇資料夾 選擇資料夾有點像是有時 它可能會叫你選擇 永久刪除檔案 那你不小心點到 你的檔案就消失了 那這個救援軟體就可以輕鬆幫你救回來 那高階修復還有 那下面這些就是比較像是進階的 那下面這些功能就是比較進階 像是已經壞掉了電腦 你要從 那下面這邊就是比較進階 像是已經壞掉了電腦 可能開不了機啊 這個可以救回來 還有一些影片照片的修復 可能救回來 影片沒有辦法播放 或者是有一些奇怪的線條 這邊都可以幫你修復 我們就直接來示範一下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示範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來示範兩個東西 一個是USB SD卡 那這邊我們就來示範兩個東西 一個是USB隨身碟的部分 就是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檔案刪除了 但是如果 我忘了 有重要的資料沒有救出 那這邊我們來示範兩個東西 一個是USB隨身碟 可能就是你的資料 喔不小心刪掉了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按掃描 然後它就可以輕鬆的把我們的檔案掃出來 所以我們很輕鬆的就可以找到 喔我們有一些照片啊 裡面有一些照片的檔案 它全部都幫你分類清楚 還有影片的檔案 它也幫你分類清楚 那如果有不知道的檔案 它也會幫你分類清楚 它會以各種格式幫你分類出來 那它也會以路徑的方式 就是以原本資料加建立的方式 幫你清出來 所以你就是有路徑跟類型可以來選擇 讓你更輕鬆的找到你的資料啦 如果你要不要再攔置給大家 不然你會不會很輕鬆的 然後把錢都把錢都給你分類 現在就能夠多了 然後用錢都給你分類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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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地口 在掃描的過程中你隨時都可以連選一下 我們剛剛掃出來的檔案 我看到這個檔案 我就是要恢復這個檔案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恢復 或者是你可以等整個掃描結束後 再一起恢復我們的檔案 我們在掃描的過程中 如果你想要預覽我們剛剛掃描出來的檔案 你隨時都可以 我們在掃描的過程中 如果你想要看一下我們剛剛掃出來的檔案 你隨時都可以點兩下 直接來預覽我們的照片 這個就比較快速也比較輕鬆 就不用等所有東西掃完才發現 我什麼都沒有找到 或是我的檔案根本就不在這裡面 你就浪費這麼多時間 你隨時都可以輕鬆的預覽 馬上的進行修復 如果我就是要看這一張照片 我馬上就可以按恢復 讓它存到我們該存到的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存到雲端啦 哇塞 你可以選擇你要存到本地的磁碟機 你可以選擇你要存到本地的磁碟機 或者是你甚至存到你的雲端 Google Drive或OneDrive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先把它存到我們的桌面看看 好我們就是在恢復這個檔案啦 那直接查看我們的恢復檔案 這裡就輕鬆的把我們刪除的資料 救了回來 沒有問題的